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旅客背松导演的《第五元素》 影片是从一名教授在古老的墙上发现了对战邪恶的方法开始 兴奋之际,发现神父出现在了墙后 边把毒药倒进水袋,边说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得到水的教授并没有喝,而是倒调呼叫助理拿来了酒来庆祝 助理去拿酒之际保护五元素的勇士们从天而降 他们走进来拿出钥匙开机关门,要拿走那五元素 说等三百年后再送回来 出来时教授的助理拿着枪打了拿钥匙的勇士 子弹导致机关门提前关闭,拿钥匙的勇士被关在了里面 但在被关之前把钥匙交给了神父,这才有了下面的故事 三百年后,斯德特将军率领着他的飞船航行途中 发现了一颗无法识别的星球,神父劝解说不要动那颗星球 但那位将军并未停留等待,直接发射了三颗导弹 结果跟神父说的一样,星球吞射了导弹,反而变得更大 将军立刻又发射了数枚导弹 发完导弹后发现不妙的总统,才命令他们撤退 但为时已晚,勇士们收到消息就开始回来准备解救大家 结果遭到了袭击,圣石箱子也被抢去 仅留下了一只手,发达的技术用手的基因塑造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便是莉莉,以为玻璃街市的一位上校想去调戏莉莉 倒变成了莉莉走出玻璃箱的铺垫 逃出食言纸的莉莉,阴差阳错地跳进了南处科本的出租车 科本一开始并不太愿意帮她 最终被她的完美所吸引,帮助莉莉逃脱了警察的追踪 莉莉在迷糊中说,想见神父 科本便抱着她,找到了神父家 神父看了莉莉的手腕,发现了第五元素的标记后,下倒在地 科本扇了几巴掌她才醒来,醒后的神父激动不已 去找重视衣服时还不忘叫科本温柔地叫醒莉莉 科本却鬼使神差地吻了莉莉 恰巧醒来的莉莉拿着枪激动地指着她 而神父匆忙叫科本离开 邪恶黑势力驾驶者名为卓格 卓格给了两架飞船外星人,让他们去劫持四元素 箱子带回来后,卓格打开看才发现 里面是空的,极度生气 想用交换货物杀害那些外星人 他故意没跟外星人说明一个小圆点的功能 外星人按下时发生了爆炸 在他庆幸之时,并不知道有位幸存者 因为要拿到四元素,科本和莉莉又相遇了 这时出现了一只沈泥的邪恶星球 简称黑影先生的人打电话给卓格 要挟他尽快找到四元素 卓格表示自己将亲自出马 莉莉和科本的飞船到达目的地后 重要人物迪瓦女士出场 在歌唱表演开始之前 与卓格闹不愉快的外星人也来了 唱歌开始后 外星人大肆找寻四元素 惊动了莉莉 莉莉随着音乐优雅地解决外星人 之后他发现了桌子上的箱子 而此时卓格出场 逼着莉莉交出箱子 并对莉莉紧追不舍 另一堆外星人正对剧场进行扫射 不知是谁射中了迪瓦 科本上前把他救下 因此前,迪瓦告诉他四元素在他腹中 并把莉莉托付给他 拿到四元素的科本要冲出战场 就有了激烈的枪战现场 结束枪战后的科本发现了炸弹 找到莉莉并迅速离开了飞船 这时卓格回来了 终止了炸弹 因为他发现 自己拿的箱子还是没有四元素 但最终他还是被外星人的炸弹炸飞了 此时火星正在飞速接近地球 赶回埃及寺庙后 受伤的莉莉并不想拯救人类 但科本抱着他说 我需要你 莉莉问为什么需要他 在得到答案后 莉莉和四个元素结合在一起拯救了世界 拯救世界后的莉莉和科本 因受伤待在了实验室休养 情到浓时放飞了自我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凶赏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 找到了 车 提供